依据性别工作评等法第23条条文 雇用100人以上的企业雇主需设置补给入室 托儿设施与措施 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在去年辅导新竹马街医院成立 托婴中心之后 院内女性医护人员的离职率从18%降至3% 我四年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员工 尤其是妇女人力 他们的这个三个月的离职率 来到三个月的离职率到18% 现在是下降到3%以下 我说差很多 那那时候是妇女人力大量的不足 但是这三年里面我们总共 我们的员工增加了388位 其中80%是我们的妇女人力 我们现在妇女人力是已经都达到 这个该有的都已经全部都有的 编制都已经几乎是满编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做了很多 有关员工方面的一个福利 那这个托婴中心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那大家都觉得都相当的棒 大家可以愿意在这边继续来这边工作 新竹市长林志坚在3号上午前往 新竹马街医院附设托婴中心参观 肯定新竹马街医院是一个友善职场 为员工提供完善的托儿措施 让担任医护人员的家长 可以无后顾之忧安心上班 我们14岁以下孩子在我们城市人口比例也非常高 高达18% 另外呢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也是全台第二 所以有鉴于此我们新务市政府劳工处 一直在邀请我们的企业企业主 投入托婴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那今天我们来到马街医院的托婴中心来参访 我们看到马街医院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投入 对于职场上的这一些爸爸妈妈们 因为他们有这些孩子 0到2岁的孩子 那需要有一个妥适的一个照顾 那所以他们在去年成立了这样一个托婴中心 在此要特别再次肯定也感谢我们马街医院 率先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示范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透过宣导 邀请让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企业主一起加入这样的行列 新竹马街医院附设托婴中心 目前收拖38位出生满两个月到两足岁的婴友儿 依照年龄分为三间教室 还有独立游戏室与厨房 市长林志坚肯定新竹马街医院为企业典范 并呼吁企业主一起响应这项政策 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托育环境 开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